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你最討厭吃的蔬菜是哪一種呢 今天康熙來邀請了兩位大廚師 來挑戰大家最討厭吃的蔬菜 第一位大廚師是Joanna小姐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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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na小姐雖然來頭很大 可是她今天的競爭對手 更是非同小可 歡迎王茸茸小姐 兩位廚師都很厲害 可是評審來頭更是非同小可 歡迎阿寶小朋友 這他們實在也太荒謬了吧 是孩子嗎 是孩子... 好 阿寶旁邊還有另外四位評審 歡迎他們 你們好 小孩子 Joanna是偉忠哥的晚輩吧 是 是 那王茸茸小姐是偉忠哥的姐姐吧 是 我是她的同輩 對 是她的長輩 是同輩 然後是她姐姐 親人 所以就不用比啦 榮茸姐贏了 恭喜 謝謝 千萬不要這樣耍特權 不是偉忠哥派妳來 就是來押我們好不好 我們然後想說妳的菜不好吃 她沒有派我來 是我要求來的 我想來 想妳 想紅 因為好 我們要恭喜榮茸姐 她要去南京參加美食獎 我的天啊 歡迎 因為你們康熙的節目 內地的觀眾才知道 我們有出中字號 然後我們這一次就是 9月16號到19號 中字號是情報人員嗎 中字號 你說跟長江一號就中 然後要到那個 南京的國際博覽中西西館 然後我們中字號 要出豆腐乳 我要送你們 好吃... 太好了 這個是黃雞的是鳳梨的 給你們小孩吃 鳳梨 小孩吃豆腐乳 不是 可以抹 豆腐乳有乳酸菌 來 我們讓那個 做媽咪的學習地下表演 把一整塊豆腐乳 塞到阿寶的嘴巴裡面吃 阿寶 你敢吃豆腐乳嗎 孫孫 敢吃豆腐乳 他不是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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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豆腐乳酸熟了 他是豆腐做成的布丁 對 好厲害喔 這種草花臉這麼出口 孫孫孫孫 好像那麼草莓豆丁的感覺 好不好 你是不是很沒人性的嗎 你看他那表情 有種不要喝水 有種不要喝水 他剛剛那種表情 好吃 你太職業化了 你這孩子 他應該是我認識的 年紀最少的小朋友 吃豆腐乳的 會不會十分鐘後 我開始落淚 說媽媽 我要回家 所以阿寶跟你拍過廣告對不對 對 拍過屈臣式的 我演蛤媽 所以阿寶 你當時拍廣告的時候 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小姐嗎 對 OK 那你有覺得我很漂亮嗎 有 她的表情跟剛剛吃到豆腐乳說好吃 是一樣的表情 你不要給我這種職業化的答案 講真的 你有沒有覺得阿姨很漂亮 有 真的 她的城市設定 你只能夠這樣子講 你問她 妳問她曾國晨是誰 妳認識曾國晨 對 她是誰 她是誰 現在她要演舞 我的男朋友 妳看得出來她在演誰 陳全哥哥 給我舞... 給我舞... 她都懂... 她都懂了 她超懂 陳愛姐妳再演一個讓她猜 來 夢到哪裡妳都在 整個舞... 本的... 本的... 你有沒有聽到 一個game 一個band 有沒有 阿寶...誰... 她是誰 給我舞 她要再給我 後來的那個 妳不用管她了 她知道我是誰 我叫什麼名字 她忘記了嗎 她忘記了嗎 鐵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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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阿寶 客串一下評審團的主席 可是當然 大家要放平常心 就是千萬不要迫於是 偉忠哥的姐姐的淫威 就讓... 有淫威 淫威 偉忠哥有淫威 妳沒有 問題是妳敢說她的菜不好吃 不要迫於她的淫威 講真的 妳讀書人還也刺我 阿寶 妳最討厭的蔬菜是 我最討厭吃小白菜跟苦瓜 小白菜啊 小白菜很甜耶 為什麼討厭小白菜 小白菜 因為我不敢吃有根的菜 有根的都是 所以只要有根妳都不吃嗎 對 汪建民 討厭的蔬菜是 秋葵 秋葵... 秋葵很好吃耶 它的口感怪怪的 我覺得連涼的秋葵 很好吃啊 就再一點點醬油不是很好吃 我有吃過烤秋葵 好好吃喔 秋葵拿過來 日本那個秋葵 秋葵好像流星喔 聽說貴評審才當中 有人沒有吃過秋葵 誰 我 妳沒吃過秋葵 妳看過沒 我知道長這個樣子 那幹嘛不吃 妳覺得... 妳覺得茄子不好吃 那秋葵妳一定不愛 因為我覺得秋葵 好像在天上的流星有沒有 那個形狀好像 這不是很浪漫嗎 就滿有綠色的流星在天上 秋葵像天上的流星 對 它的側切面是很多講的 對啊 我真的沒有想到有人 要流星使用秋葵 可是妳剛剛欣梅姐 不是應該常吃這種 健康食品 但是這個我就不會去加 那妳敢吃山藥嗎 因為它裡面的口感 有點像山藥 對... 山藥我本來敢吃 但是吃完後來 我就不敢吃了 妳敢吃嗎 我很喜歡吃秋葵 來 Jana有這個醬油 醬油蘸沙拉嘛對不對 對 它們美乃滋也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我也覺得秋葵很好吃 你們怎麼搞的 怎麼黏黏的 大家才有一些 有 它有 你們有吃 它可以黏黏的這個味道很好 可是S 它的纖維 我覺得像米 納豆我敢 納豆你也敢吃 我恨青椒而已 我也不敢吃黏的東西 妳也不喜歡 妳是不想要牽絲的這個事情 對 像山藥 秋葵這一種 到嘴巴裡就好像吞下去的時候 有點像是有異物在裡面 可是山藥跟秋葵 好像特別健康 大廚是這樣很偏見吧 對啊 妳不是應該什麼都吃嗎 正常我什麼都吃 對 可是就是這兩種蔬菜 我有點沒有辦法吞嚥 對 董蓉姐妳有不吃的東西嗎 我跟妳講我40歲以前 不吃青菜 妳超過40歲了 不會 妳剛剛還不是妳吃 妳把腰桿打起來 妳怕我做個什麼勁啊 不是 看有妳全眼勁嗎 對 董蓉姐妳不吃青菜 我四十歲以前不吃青菜 可是妳氣色怎麼那麼好啊 因為妳皮膚就是吹彈可破啊 講真的喔 這一集不比賽主戰對不對 這一集就是 還吹大膽 對 變了一個好聽的形容詞 所以妳說四十歲以前不吃 不吃青菜 我不敢吃青菜 我只吃茄子啊 這些那個青椒這些 我反而愛吃 所以妳吃青菜 所以妳吃青菜 才吃幾個月而已嗎 沒有 妳該不會講話 妳比較寫 那個所有綠色的那個蔬菜 有葉子的我都不吃 真的 我到四十幾歲 才開始練習吃 那現在反而體質改變了 我每天一定要有蔬菜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呢 網路上面票選的 大家心目中的 最害怕的蔬菜是哪幾種 第三名的調查出來的結果是 茄子 茄子 茄子很厚 茄子好不好吃啊 寶 你喜歡吃什麼 怎麼做的茄子 你喜歡焗烤還是 對不起 他幾歲 他幾歲 對不起 我把話收回來 用烤的 你可能用烤的加起司是不是 還不要再烤 網友票選的他們害怕蔬菜 第二名是 苦瓜 苦瓜是你們愛吃的嗎 我敢吃 我愛 你愛 我不愛吃 冠軍 青椒 應該是 你認為是青椒對不對 苦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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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更香了 你愛吃青椒 好 我們看網友票選的 討厭蔬菜第一名是 秋葵 我覺得委屈秋葵了 秋葵很高級耶 口感 不過秋葵老實說 不是一般菜餚裡常見的東西吧 在日本料理的冷排 燒烤店也會有 對 燒烤 所以他雖然有些人害怕 可是像公園服是沒有吃過的 那就 你根本沒有討厭的道理啊 你根本不了解他 但是如果有三四樣菜道 我不會先選到那個 就是黏黏的那種鼻水的 可是鼻涕還滿好吃的啊 你三餐都吃那個是不是 五四倍的 所以你這樣講山藥也很像彈啊 對 所以山藥我一定要燉湯 所以苦瓜如果切掉那些 你們不喜歡的外型 應該也就過關了吧 還是不行 其實我們家最愛吃苦瓜 妳看 吃中瓜就好 妳不是說妳不敢吃蔬菜嗎 那個不是蔬菜 我是說綠色葉子的菜 我本來吃 苦瓜不是蔬菜 所以苦瓜是豬肉OK耶 中西大廚說法一致 方有馬屁拍了嗎 像我一開始還敢吃秋葵 我就盡量用另外一個味道去